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好 然后比如说我建立一个备份目录在这儿 ta-c z v也行是吧 f 放到backup下面 以什么呢 我们以当天的日期 data加百分号什么f下关线 mycycle for.ta.gz 对哪个目录呢 对washa label下的什么mycycle 注意我备份的是一个整个一个目录是吧 它备份的时候会把前面的斜线给你拿掉 所以恢复的时候呢 你直接恢复到哪儿就行 跟下就行 是不是跟下就可以 好了 现在我们在backup下的就有一个 当天的日期的一个文件 2017年9月18号的一个文件 是吧 好了 那现在呢 备份的文件应该放在哪儿 其他服务器放在本地 这个服务器爆炸了怎么办 是不是数据也没了 肯定不能放在本地啊 好 我们可以借助于NC 还记得吗 我们可以借助于NC的方式来备份 甚至可以计划任务 让它定期备份 都可以 好了 我们现在看还原的过程 还原的过程呢 看到了吗 还原 还原不是说一定要还原到原的那个服务上去 你可以还原在哪个地方去 一个新环境 你也可以重新装一个mycycle 是不是这样子 好 那由于我现在 由于我现在没办法重新装一个啊 那我们就还原到原始上面去 怎么还原呢 第一 停掉数据库 清理文件 导入备份数据 最后恢复blog 好 这边呢 我们看一下 我现在来把这个数据呢 给它删掉 没数据了吧 没数据了吧 现在 现在没有数据的话 当然你一重启的话 它又会 产生一个粗质化粗质化的数据 没有必要 是不是 好 直接怎么做 XF XF吧 把那个backup下的这个文件 备份到那个叫20几几 -C 是不跟 为什么是跟 前面有路径的 是不是有路径 好 恢复到那边去以后 如果权限不对 我们大家很清楚 不是这个地方 哇 下Label下的MySQL 全对不对 如果你觉得不对 怎么办 MySQL点 MySQL 这个董事没有错的是吧 哇 Label下的MySQL 可以吧 然后正常的什么 启动MySQLD 是吧 好 起完以后呢 但是这就结束了吗 当然没有 看一下 MySQL-U-Root-P 这样了吧 各位 那么期待以后 这个数据库可能还没有恢复到什么 你这个完全备份是什么时候做的 可能是昨天晚上做的吧 那恢复以后 我问一个问题 你昨天晚上做了一个完全备份 做完以后 两点半做完了是吧 这当时我们把服务器停掉的 所以能够保证数据的什么 一日信 这是这个地方做完的 那你你数据库是什么时候崩溃的 可能是今天早上的 9点钟 是不是这样子 那你恢复 你告诉我你只恢复到哪了 现在 头一天晚上的什么 两点半或者左右 两点或者两点 因为两点的时候我们停掉的数据库嘛 你是不是只能恢复到 头一天晚上的两点钟 那你的数据是不是不完整的 那怎么办 没关系 这一段有什么 这一段有我们的BNOG日志 是BNOG日志这段 看到吗 那么然后你再找到什么 两点以后到9点这之间的什么 BNOG进行恢复 是不是就可以了 OK 好这个我们在后面为演示 好总之 顺序就是什么 有人说先停数据库 对停掉 哪怕是新新服务器也停掉 清理环境 为什么要清理环境 因为它里面本身就已经有 哪怕是一个干净的新数据库 它里面是不是在启动的时候 也会有那个 一些数据信息 出自化的信息 然后你把你的数据导进去 导进以后怎么办 启动数据库就可以了 当然要考虑一下权限的问题 好不好 你要是起不来的话 那你首先会考虑到权限 也就是用那个叫什么 MySQL MySQL的方式 MySQL用户 MySQL组的方式 去设置一下权限 好 这就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什么 完全的物理备份 但是很遗憾的是 备份期间服务什么 不可用 但有人会误会说 老师 那是不是他这个命令 备份的时候 服务就不可用了 这个是误会 好吧 因为我们实际上 我们他要是要 要干嘛 要和别的一些功能去 配合使用的 好吧 他只是完成了一个 物理备份而已 他可不关注 你的服务是不是可用的 你的数据是不是什么 一致的 他不关注这个问题 因为我们整个备份的时候 完全没有借助于MySQL 自身的东西来备份 是不是这样子 好 这种备份的方式 很显然只是我们 抛砖引誉 是吧 并不会这样去实施 除非呢 你没有别的办法 你只能这么做 好吧 你这样做也是一种方式 是不是 我们使用他的方法 来备份 但是我们更多的呢 要用到的是 我们下面这个方法 就是 利用逻辑卷快照的方式 那么这个地方呢 要想用逻辑卷快照备份 为什么是这个意思 咱们在前面 是不是给大家讲过 逻辑卷快照 它的快照的特点就是 各位 做快照的时间长吗 做快照的时间 是不是基本上就是 瞬间就搞定 好 你看啊 我现在重新把这个 给大家 画一下 看啊 现在 但有一个前提 前提就是呢 你的这个数据库 数据文件是放在 逻辑卷上面的 就是你的什么 你的这个 这个 VR下的Level下的 MySQL 是不是数据公目录 它必须是一个什么 一个逻辑卷的 挂载点 比如说 DV下的 DataVG下的 MySQL 这个目录 这个这个逻辑卷 好吧 它就是挂载到哪呢 挂到 Level下的 MySQL 这个位置 看到吗 它就是挂到这个位置的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 我们的数据 VR下 Nebel下的MySQL 其实就是放在哪的 放在 逻辑卷上面的 看到吗 就是前提 有大前提 什么前提 你的数据 必须放在 逻辑卷上面 否则 你用不了 逻辑卷快照 因为逻辑卷快照 它不是MySQL的功能 它是逻辑卷的功能 好 那这里怎么做呢 看啊 我们在还是一样 还是采用物理备份 我们在这个两点钟的时候 晚上两点钟的时候 那我们不开始先不开始备份 而先干嘛 第一步 我们写中文啊 我们先给整个 加一个全局的 读锁 就加一个锁 我们先加一个这种全局的 看 Redlog读锁 这什么意思 就是说这个时候 数据只能够读 而不能够写 你可以查询 但是不可以提交提交订单 是吧 然后紧接着呢 我们给谁啊 我们给我们的哪个哪个VG 我们给我们的逻辑卷 哪个逻辑卷 你看 这里的文件 是不是叫MySQL 这个MySQL 是他啊 做一个什么 做一个快照 slip shot 是不是做快照 那么做完快照以后 大家知道快照卷做完以后 比如说我们做了一个快照 叫什么呢 给他做快照 是吧 比方说叫做 DV下的DataVG下的MySQL-SNIP 是不是slip 是不是做了快照 那各位告诉我 既然是做了快照 这快照是什么时候做的 2点钟 是不是做的 对2点钟做的快照 那 做完快照的时间很快啊 那么做完快照以后 这是原始卷 这个是什么卷 都是络卷 是不是快照卷 那么快照卷里面的数据 是不是和原始卷 始终保持的是谁 什么时候数据 2点钟 好的 然后第三步开始 然后去释放 释放锁 把锁释放掉 那么正常的可以什么 可以写 各位123这个动作 做起来需要多长时间 你感觉 不是人工锹 是脚本来执行 三条语句执行 一加锁 第二快照 第三释放锁 需要多少时间 是不是很快啊 我们知道快照它之所以快 它并没有拷贝实际数据 而拷贝的是原数据 Meta data 没有意思吗 所以它很快 那么这样的话呢 我们快照做完了 好 那各位 然后紧接着怎么做 然后我们开始 对 挂载快照 券 券吧 建议大家怎么挂呢 以 只读的方式挂 这样的话快照券 你的数据是不会被我们 不小心什么 破坏掉 然后 紧接着呢 第五步 从快照 券中什么 快照 券中 复制 数据 怎么复制 方法随便 随便选CP也罢 踏也好 复制 然后复制完以后 这个不管你经过多少时间 可能你经过了 40分钟 是吧 40分钟 就40分钟 反正这段时间 快照券只要不死 是不是就可以啊 第六步呢 然后干嘛 对 卸载 并删除 快照券 好了 就完工了 看到吗 每天晚上 你要想做备份 都是重复这么123456个步骤 对不对 好 各位 那可能最后真正备份完以后 再两点 两点半 那没有关系 是不是 我们在两点钟的时候 第一 上来就给我们的这个逻辑券 MySQL券 是不是加了一个快 加了一个 不是 给那个数据库 加了一个读锁 加完以后怎么做 立马就做了一个什么 快照 快照一做完呢 就释放锁 这个过程很快 完了以后 就可以正常的挂载快照券 因为我们很清楚 快照券里放的数据 应该一直就是 两点钟内刻的数据 只要快照券没有撑死 是吧 没有撑满 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做 最后呢 我们复制数据从哪复制 快照券 各位 你挂载快照券 从里面复制 那么这种备份 是不是也是也是物理备份 就是你没有借助于 MySQL里面的工具 而是直接借助于什么 从文件系统这个层面上 考的是MySQL的那种物理数据 那就叫物理备份 对不对 好 最后问我说 那快照券用得着生 它要永生吗 它需要永生吗 它只要在 在今天 它的使命完成 是不是可以了 明天只要干嘛 重新再创建 是不是可以了 好 那么这个券 可能有多少剂呢 可能有50剂 这个券 好吧 这是那个 10剂的这个券 而快照券 可能只有什么 两个G 这没关系 因为快照券 它是 我们叫Copy on Write 也就是Cow 拷贝的时候 写的时候才发生 Copy 看了吗 因此它 它基本上不会什么 不会占有你太多的这个 空间 但是有一个大前提 快照券和这个物理券 必须在同一券组 这个大家都讲过吧 就是快照券 和什么 原始券 为同一什么 为G 写个英文呢 可以吗 这个能看懂吗 好了 这就OK了 好各位 这个要想使用快照券 来帮你做这个事情 先问一句 快照券在这里面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是服务的可用性 还是数据的一致性 主要解决数据的是不是一致性 因为以前没有做快照 你强行去复制里面的数据 你复制完以后 数据是不是一致的 那么如果我们做快照呢 但是别忘了 做快照的之前 我们是加了一个什么锁 读锁 然后再做完快照以后 再释放锁是吧 这个过程很快 要想完成快照券 这个利用快照券的实现这种备份 快照券它本身不是备份的 好吧 它只是帮你把那一刻数据给定格下来了 是不是 好 那需要什么条件才来完成这个操作 需要哪些条件 一 我们是什么 数据库的那个数据库文件 必须是挂 必须是一个挂载在什么 是一个逻辑卷的挂载 第二呢 你的卷组还得有一些空间 可以不要很大 两个G一定要两个G吗 没必要是吧 只要你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 坚持到我把数据正常的拷贝完 然后呢 你该干嘛就干嘛 好吧 快照券你的生命周期 是不是就到此结束了 各位这个有没有有没有印象 那有同学说 那我要是没有这个条件怎么办 在生产环境当中 确实很多时候没有这个条件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这个系统的管理员账号 你不可能去做这件事情 是不是 当然如果你有管理员权限 但是你当初在规划的时候 你也并没有把一个逻辑卷挂到这上面吧 那各位我们现在是是这样的吗 我们现在我们的数据有没有挂在什么逻辑卷上面 有没有没有 那就麻烦了 那需要怎么做 我们需要先完成一个动作就是 迁移 就是先来迁移 看到吗 看如果你的MySQL已经运行了一段时间 但是你的数据并没有当初并没有按照我们现在所想的这样 放到逻辑卷上面 我们要先做什么迁移 这个倒不难很简单 好再把那个步骤流程说一下看 第一步干嘛 用一个叫flash table with read lock 加一个全局的什么读锁 然后做什么 做快照 然后最好的是 把当前那个二进日制已经到哪个地方了 position到哪个地方了 这个东西给它什么 记下来 你才知道你刚刚做备份的时候 它是在哪个位置 第二呢 然后紧急着干嘛 解锁 拷贝我已经送哪拷贝 快照卷 然后卸载快照卷 删除快照卷 结束 注意到了吗